那麼當地時間十六號上演的口角衝突 極右派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 葛林在會議上嗆 另外一名女議員假睫毛 引發了民主黨知名的極左派眾議員 不滿當場嗆聲 好 葛林面對歐家修的嗆聲 堅持是不道歉的 更不斷地回嘴 這個場面一度非常的緊張 不過委員會主席當場就裁定 說葛林並沒有違反眾議院的規則 後來也讓議事繼續下去